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祖先的这样一个宝贵的文化 一定要不但保存它 发扬它 甚至能够延续 因为担心蚂蚁文化会渐渐的消失 希望保存老祖先的宝贵文化 蚂蚁兽总是很谦虚的将这些记载成果 归功于先人们朴实爱物的美德 对于必须独立照顾孩子的单亲妈妈来说 想要找工作或者是创业困难重重 台北市的创世基金会从98年开始 提供创业资金跟辅导 这个称为拉人一把 给予也给吊杆的计划 让有需要的弱势族群也可以自力更生 一个飘雨的午后 喜来攘往的民众 有些被地瓜的香气吸引到中正区某个角落 在这儿 一位单亲妈妈努力工作着 到这里来将近已经快两年了 来这边这样子 就是暂时信了这样子 在这里卖地瓜 这样子度过这些困难的时钟 三年前 陈女士的姐姐接触到创世基金会 并在她们的帮助下 开始了烤地瓜的工作 一年后 她将拥有相同困难的陈女士 介绍来机构底下做事 两人便一起摆摊卖地瓜 创世基金会标榜着 给予也给吊杆 提供陈女士这样的单亲妈妈 一笔创业用资金的同时 也交给她们赚钱的技能 这个针对单亲妈妈的方案 是在民国98年开始的 我来到这边的话是 告人用感恩的心 因为她今天要给我这个机会 而来到这里 让我可以 让我在这个 可以自由的时间 这样子来做生意 来卖地瓜 这个可以 让我这样子 可以度过难关 小孩子可以慢慢的 让她这样子去读 微笑看着八岁大的女儿 陈女士期许自己能够赚够钱 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和教育环境 为此即使天宫不作美 她也要出来卖地瓜 虽然只是一小小的一个地瓜摊 却让单亲妈妈 有了自主工作的收入来源 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 就业辅导计划 PayPal公民希望报 我们下次见